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在韩网再次引起了女团爱丽 被指控抄袭女禁死舞蹈的争议 甚至连负责女禁死舞蹈的舞蹈老师们也公开表达了不满 5月13号,在韩网出现了很多女禁死麦当劳广告歌曲舞蹈 和Lucky Girl新对人舞蹈相似 连广告舞蹈对要抄袭等的贴文 而被质疑抄袭的舞蹈动作是这个部分 女禁死的舞蹈老师们也公开表达了不满 当天舞蹈总监PlayQ在IG先动留言 哎,我觉得应该不是吧 所以一直以来都忍着 但没想到连广告舞蹈也会 某人的辛苦工作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被呈现出来 这过程绝对不是容易的事 另一位舞蹈总监Ki Munju也发现动表示 嗯,是真的吗?连广告舞蹈也抄? 我真的忍了很久了 说是偶然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相似是可以理解的 但通常参考别人的作品时 出于礼貌会稍作变化 但这完全是照搬呢?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总之做人螃蟹的错误决策 让一切变得更加糟糕 这看起来就像是故意想要毁掉一个团体 如果连多位舞蹈老师都站出来指责 那问题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舞蹈老师们对自己的舞蹈被稍作变形使用 通常不会提起抄袭 因为那种情况很常见 但如果舞蹈老师们亲自说这是抄袭 那就一定是抄袭了 说真的,有那么多舞者可以付钱请来编舞 为什么非要抄袭呢?真是搞不懂 牌子们到底有什么罪? 因为是新人 所以只能按照公司的指示形式 真的太可怜了,心很疼 然后昨天一个表题为 直播中亲自删掉恶评的 艾力吻尼的天文 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故意打开直播,展示删除恶评的样子 强调自己是受害者 说孩子们无辜 不要攻击艾力 这样做是不是在引导舆论 希望抄袭的团体不被批评 这也太没良心了 虽然批评个人是不对的 但批评整个团体是正常的 大多数人批评的是团体而不是个人 应该哭的是谁 现在连受害者的立场也要抢吗? 不要发恶评了 这是有病吗? 虽然还不得行为很低呢 但你们的行为更令人厌恶 孩子们有什么错呢? 这是大人们的问题 责怪孩子们实在太过分了 不消费就算了 只是按照大人的指示形式罢了 一开始直播时 桌子中间就放了一台平板电脑 我尼没有说看不到留言 也没有要求给手机 但突然有工作人员 只给了我尼手机 还直接播出他举报恶评的样子 这显然是想制造通行舆论 我家爱独在直播的时候 为了与粉丝们交流 所以也会用手机看留言 竟然有人会认为 这是公司故意给他们手机 让他们看到恶评并举报 以此来引起通行心 真是太傻眼了 看直播的话 明明是我尼看不到留言 所以才给的手机 这百分之百是嗨的错 在这种情况下 安排直播本来就是错误的 还给手机让他们看评论 这真是疯了吗 在我看来 公司是故意让他们装可怜 以转变舆论废位 这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 让人觉得这是故意的 跑去直播留言的人 还有在这里留酸音的人 并不是争议的使者 而是精神病患者 他们只是想批评 年纪小的女孩兴奋的在黑 然后假装自己不是那样 真是令人恶心 宁静代表在记者会上 提到艾里的时候说了 孩子们有什么错呢 是大人们的错 但大众们在集体批评 迷你警之后 开始在集体批评艾里 这种行为真的很奇怪 和恶心 连续三天在媒体操作下 大家都在黑迷你警 把她当成疯子一样批评 想把她搞垮 现在大家又找到新的剑靶 开始攻击艾里 为什么这么没大脑呢 还是个孩子呢 看她的表情真的很心疼 所以对于在直播中 亲自删掉恶评的吻尼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在直播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